中文字幕 李宗盛 這款也是比較冷漫的 給大家參考一下 風險比較大一點 因為不是成份股 這就是李文化公 技術上是還可以 因為穿了下降軌 現在反覆向上走 這排的股市就不斷跌 但你見到他都站得穩 相信跟他業績表現都算不錯有關 最近公布業績增長有幾成 應該是五成 沿著上升軌上 破了下降軌 業績對板最近公布業績 現在的PE都頗低 只有幾倍 PE是3.7倍 息率是4.4% 換言之 息率比PE更高 所以不算 股值上是還可以的 可以留意著 不過這始終是二三線的股份 所以一定要做好 風險控制才好 試圖入市買賣 風險控制是甚麼呢 就是這個重要的指兆位 六角半 要穿了就要止蝕了 至於這個操作可以等它 短線有可能先回一回 因為這一日穿上去 就已經准道轉垂頭出來了 今天再次向上衝 亦都不能夠高收 都是低收 雖然低收得來 少要逆時升少少 但都是低收 所以今天來說 還是偏向低方面收 所以顯示七個半左右 其實回肚壓力都比較大 可能短線先回一回 回一回等它進一步 逼近六個半重要支持位 就可以撥一撥去 到時再衝一層 到時可以嘗試這個短期高位 如果真的這樣做得到 其實都有一定的利潤 都可以想一想 這就是利文化工的操作 可以參考一下